嘉義廟會辦活動 一群人路邊聊天 但一輛白色自小客緩緩開過來 民眾驚覺不對勁 甚至有人拉住車門 但自小客持續往前 撞到板凳的桌椅後才停下 警方趕到現場 發現車上駕駛疑似昏迷 怎麼拍打門窗 駕駛都沒有反應 最後消防隊破窗救人 將男子緊急送醫 男子送醫後索性沒有大礙 但辦斗現場一片混亂 廟會活動發生車禍插曲 幸好沒有人員受傷 而警方調查男子沒有酒駕 疑似身體不適 開車失控 男子疑似血糖過低 造成昏迷意識不清 索性當時車速不快 沒有釀出更大傷亡 但身體不舒服 勉強自己開車上路 恐怕真的拿命 開玩笑 最後公文在一報道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